大家好,欢迎来到刘姐厨房 我是刘姐 红枣营养非常的丰富 可以直接吃,也可以煮茶喝 但是小孩子不喜欢吃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红枣的新吃法 孩子特别爱吃 一起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准备一碗红枣 放入大碗中 加入一勺盐 再加入一勺面粉 再加入清水 把大枣清洗干净 多抓洗一会 然后控水捞出 再用清水冲洗两面 洗净后再浸泡20分钟 20分钟后 红枣浸泡的胖乎乎的了 然后再控水捞出 再找一个吸管 用吸管把大枣的盒去掉 取出之后放入碗中 再准备一个大碗 打入两颗鸡蛋 再加入20克玉米淀粉 再加入50克面粉 然后搅拌均匀 如果干的话 再加入少许清水 搅拌成稀的面糊 像这样 调起来成拉丝状就可以了 然后再将大枣倒入面糊里 搅拌均匀 让大枣均匀的裹上面糊 搅拌均匀后 锅中烧油 油为五层热 再把红枣一个个的放进去 全程用中小火炸 期间不停的翻动 让红枣受热均匀 炸至表皮微黄 控油捞出 然后再用鹿网 捞出里面的油渣 油为加热到八层热的时候 再把炸好的大枣倒进去 大火覆炸三十秒 炸至金黄酥脆 控油捞出 然后装入盘中 这样一道门的红枣小零食就做好了 表皮焦香酥脆 咬一口满满的红枣香味 红枣这样做孩子也特别的爱吃 如果你喜欢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赞 关注转发 点我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美食视频 我每天都会发布不一样的视频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我们下期视频就会发布不一样的视频